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评论,这期继续分享第七十篇。 而阁虎将手机卡卸下来扔进了煤堆里,手机则扔下了飞驰的列车,从此亡命天涯。 医院里,周红艳看到丁长生又被推进来时,简直要乐了,心里想,这个家伙怎么和医院这么有缘呢? 这才出去几天啊,又被推了进来。 丁长生这一次要做手术,光头的枪不是一般的打子弹的枪,而是钢珠枪,就那一枪。 要不是枪多挡了一下,丁长生这一次非得光荣了不可,因为那一枪喷出去的不是一颗子弹,而是洒出去一片的钢珠。 丁长生的左臂上中了四颗钢珠。 医生,这不会残废吧,我可还没有娶媳妇呢? 丁长生选择的是局部麻醉,没有全麻。 所以,可以看着医生在自己胳膊上的肉里翻来覆去地找那些深入肌肉的钢珠。 没事,你运气好,四颗钢珠全部打在了肌肉上,没有一个伤到骨头。 不过这多亏是伤到了胳膊,要是伤到了身体躯干上,那这一颗钢珠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的。 哦,那就是说不会残废了。 没事,不影响娶媳妇。 医生笑道,在丁长生的肌肉里,终于找到了最后一颗钢珠。 这样的手术并不复杂,但是枪伤有时候处理起来要很慎重,因为一颗子弹穿过皮肤之后。 在深入肌肉的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对肌肉产生很严重的破坏作用,严重的会造成里面的肌肉组织损坏,从而导致坏死,这也是枪伤难处理的地方。 等两个小时后,丁长生被推出了手术室时,门外竟然挤满了人,杜山奎等人就不用说了。 仲华和陶成军居然也来了,丁长生一眼就看到两人在说着什么,只是看到丁长生出来了。 随即停止了交谈,怎么样,医生,没事吧? 倒是萧寒不顾影响地过来薛寒问暖道,没事,病人需要休息,大家看一看就行了,病人失血,需要多休息才能尽快地恢复。 这个时候,陶成军上前来握住丁长生的右手说道,省里很快就要下来人,市长走不开,所以不能亲自来,但是他让我给你带句话。 他说,你做的他都知道,他不会忘记的。 陶成军小生说道,显然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而且看起来尤其不想让萧寒知道,不然的话,这件事实在是解释不清,而且还可能起到反作用。 丁长生听到陶成军如此说,就明白这件事可能石爱国已经向陶成军托敌了,也难怪。 毕竟陶成军才是石爱国的第一管家,要是在以前石爱国如此说,丁长生肯定会感激涕零。 但是经历了这件事,和之前他突然落水,将蒋文山推到了抗洪的前台,让他都深深感到自己这位老板缜密的思维和公于心计的为人。 丁长生不禁在自己心里长长一探,和这样的领导共事,真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知道何时自己就会成为他手里的棋子、棋子,想到以后,心里莫名地感慨起来。 秘书长,我没事,请转告市长,我一定会做好剩下的事,不用担心。 嗯,好,那你好好养着,我先走了,改天再过来看你。 对了,你的老领导仲华也过来了,你们谈谈。 说完,陶成军和丁长生握了握手,起身离开了。 萧涵当然知道仲华了,当年还黑过他,要不然现在的仲华应该是一线的县委书记了。 但是那件事没有人知道,所以就尘封起来,可是再次见到仲华,萧涵还是有些心虚的,于是离得远远的了。 怎么和他扯到一起了?仲华没问丁长生的伤势,倒是问起来,丁长生为什么会和萧涵扯到一起,在他心里。 这个女人可不是一个善差,所以见丁长生是为了救他才受伤的,语气里不禁有些责备。 是我找他来的,是为了调查湖州洪水死亡人数瞒报的事。 这样的事,涉及到一个地级室的一把手,除了他,谁敢来,即便是他,蒋海洋都敢派人劫持他。 要是换了别人呢,我估计很可能就是挖个坑埋了。 丁长生不禁气愤地说道,你肯定是蒋海洋派的人。 嗯,亲自执行绑架的人叫格虎,这个人我见过不止一次,而且还跟踪过顾部长的女儿顾小萌,而且都说这个人是蒋海洋的人。 联系到这件事和蒋文山有关,十有八九是蒋海洋指使人干的,而且蒋文山极可能知情。 所以萧涵调查这件事只不过是个幌子,你的目的是把事情闹大。 嗯,现在看来,基本达到目的了。 我想,萧涵是不可能调查清楚这件事了。 接下来,省里肯定会派调查组,安书记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 领导,这件事做到这里,我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剩下的事就得靠你们领导了。 丁长生往后面一躺,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周鸿奇赶到的时候,丁长生正和仲华聊天呢。 他可不管这些,在病房外面和萧涵说了绘画之后,直接就冲进了病房。 仲华哥,你也在啊。 周鸿奇和仲华极为熟悉,都是大院里长大的。 而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虽然两家大人来往不多,但是挡不住孩子们交往密切,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圈子的。 红奇,你怎么来了? 哦,我明白了。 长生,那我先走了。 仲华神秘的一笑,表示恍然大悟的样子,搞得周鸿奇一脸的迥态。 相对于单纯可爱的周鸿奇,仲华更加地不喜欢萧涵,总觉得这个女人心机很深。 所以见到周鸿奇这么紧张丁长生,她倒是没有很多的反感,反而是乐见其成,还是那句话。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对手,而且即便是对手,有时候还是要选择合作的。 你们聊吧,我也没事,我就是看看这家伙死了没有。 这不,我看到了,没死,你们聊吧,我去找我嫂子,把她吓坏了。 周鸿奇尴尬地笑笑,转身出去了。 那尽头,可不像是一个身怀绝技,杀人如麻的特战队员。 看着周鸿奇关上门出去了,丁长生也只能是尴尬地笑笑,看得出,她很紧张你。 仲华说道,不是吧,我没有感觉到呢,老领导,你就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但是你要考虑好了,要是真想发展这样一段感情, 那就要尽早把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吱吱慢慢砍掉,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出事的。 周老虎家的女人,没一个是好惹的,你居然还敢惹两个,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 仲华稍显夸张地说道,呵呵,老领导,你就不要挖苦我了。 对了,刚才看到秘书长和你在说话,是不是你这边有什么消息了? 嗯,是说了这方面的事,但是没有谈成,可能是时间上太短,而且现在蒋文山虽然一定会走,可是省里关于怎么安排他,一直没有一致的意见。 这就意味着他还得在书记的位置上继续待下去,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政治上的事,瞬息万变,我担心这件事夜长弄多啊。 仲华也是长叹一声,终于等到仲华离开了,周虹旗拉着萧涵进了病房,他阴沉着脸看着丁长生,仿佛丁长生的脸上有花似的。 怎么了这是,就算是我长得帅那么一点点,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吧。 丁长生嬉皮笑脸地说道,别嬉皮笑脸的,我问你,让嫂子干这么危险的事,居然不派个人跟着,你是何居心啊? 这也就是,我嫂子没事,要是出了哪怕一点点事,我哥肯定拿枪毙了你。 哎哎,我说周虹旗,你到底分不分个好歹啊,我是救人的,而且为了救人还受了伤,你居然这样对我。 哎,我说,嫂子是比我金贵,但是嫂子现在不是没事吗?你用得着这样大呼小叫的吗?你,你还有理了你? 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受伤了,我肯定不会和你善罢甘休的。 而且,这件事,我爸爸非常生气,嫂子,你赶紧回省城吧,爸爸说让你辞职,不让你干这一行了,多危险啊,要是出点事,上哪里买后悔要去啊? 周虹旗又开始吸一轮地对萧涵的教育。 行了,嫂子,我派人送你回去吧。 的确,这件事到此为止,听说省里派了调查组了,所以你不要再待在湖州了,到时候我伤好了,我到省城向你请罪赔礼,要不周虹旗不会饶了我的,先这样,好不好? 丁长生也是气呼呼地说道,虽然感觉自己心里挺对不起萧涵的,但是面对周虹旗的指责,他的火气还是不小。 而且又因为石爱国这个老狐狸一直躲在后面,口惠而不识,所以他也是一肚子火。 周虹旗懒得理他,拉着萧涵就出去了,而且他本来想让杜山奎送萧涵走的,但是杜山奎回来说,周虹旗已经开车拉着萧涵走了,理都没理他。 伤没事吧?杜山奎问道,他在部队里待过,所以知道最难好的伤就是枪伤。 没事,杜哥,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丁长生想自己静一回,但是又不好意思撵杜山奎走,所以给他派了个活,临走之前,杜山奎把他扶到病床上躺下,搁伤被子。 此时,他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前他笑呵呵地应对一切,仿佛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只要自己能办到,可以办的事,他从不会推诿。 他的女人不少,现在想起来,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也有好几个了,但是一到这个时候,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去面对一切,没有人来和他一起扛。 在坚强的人,也希望有个人能够在他彷徨的时候,能够温柔地抚摸一下他的头,亲密一下他的脸庞。 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出现,他有时候感到自己是在为自己奋斗,但是又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大男孩,还没有一颗强大到无间不摧,鬼神不惧的心。 想到自己今天差点挂掉的情景,想着光头那一枪,要是再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把他打成筛子的危险时刻。 他的心就会缩成一团,不害怕是假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心理,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只能是自己消化掉,因为自从他得知自己的父母死去那一刻,他要使自己变得坚强,不能让任何人看笑话。 哎哟,这是怎么了,丁大秘书,陈思呢,是忧国忧民啊,还是命贩桃花摘不出来了? 丁长生正在想着自己的种种过往,这在忧心不已时,突然听见周红艳的声音,于是暗自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强迫自己又再次回复到平时的状态。 累了,睡会,护士长亲自来打针啊,这倒是少见啊。 丁长生笑道,护士们都忙着呢,你要是觉得我的技术不行,也可以给你找个漂亮的小护士来伺候你,告诉你,那些小护士都知道你是谁,可欢喜了,都争着来,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不是一再和那些小护士见面,都拦住了。 周红艳微笑着说道,看着周红艳出了自己的病房,丁长生拿出手机,调出了郑小爱的手机号码。 这个号码他很熟悉,郑小爱也说过,这个号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也是他的专用号码。 但是丁长生在今天之前,却从来没有播出过,一直以来,都是郑小爱联系他。 他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起蒋文山来,或许是因为萧涵受到了袭击所致吧。 他感觉蒋文山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了。 你现在在哪儿? 终于,丁长生没有忍住,拨了出去,一接通就直接问道,我在上班啊,怎么了? 对了,你的伤不要紧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郑小爱虽然也是一副着急的样子,但是丁长生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慌乱和无奈。 我没事,我受了伤,你也不来看看我。 丁长生进一步试探道,我很想去看看你, 但是今天市里开会了,要全力进行灾后重建。 我们教育局也要相应市里的号召,我今晚要下到街道去走访受灾的学生和教师家属。 估计要很晚了,我明天去看你好不好。 郑小爱似乎是一种哀求的意味,仿佛今晚不来看他就是莫大的罪过似的。 但是丁长生明白,郑小爱在撒谎。 等到快要下班时,他实在是坐不住了。 起身拔掉针头,披上衣服,忍着胳膊上失去埋药的疼痛,离开了医院,打车去了星湖区教育局,车还没有到星湖区,就看到了郑小爱的车开了出来,于是他紧紧地跟了上去。 师傅,跟着这辆车,不要跟丢了,也不要被他发现了,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好嘞,你就放心吧,没问题。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达这绷带的丁长生,又见他让自己跟着一个开着豪车的女人,心里就明白了, 这一准是去捉奸的,待会问他要不要帮手,自己还可以多赚一些。 看着蛇胳不断腿的,一定打不过肩负。 跟在郑小爱的车后面,一直走到一个叫做玉府院的高档小区,因为出租车没有进门的证件,而丁长生也没有进门证件,所以他进不去了,于是下了车,想待会等天黑了,翻墙进去。 一看这个地方,丁长生就知道,这是郑小爱和蒋文山偷情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入住率实在是有限,整个小区里基本看不见人影,虽然保安很严密,那是因为这里物业还不错,一切都表明,这里是一个新开的楼盘,但是正因为如此,这里看上去很适合包二奶。 正如丁长生想的那样,当蒋文山听到康明德说的石爱国正在召开灾后重建大会时,他就知道这是石爱国在极力向省里证明,他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这极大的刺激了蒋文山的情绪,既然这里待不住了,那么就要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都毁掉,不会给石爱国留下一个歌舞升停的胡周的,这是他心里的恨。 为官一认,造福一方,这个理想已经离他太遥远了,或许在他刚刚踏上仕途的时候有过,但是这些年过去了,这些东西早已经随着飘散的风,变得虚无缥缈了。 在他看来,一个人没有了政治上的上升空间,什么最实在,只有钱,当然了,还有女人。 于是,他拨通了郑小爱的电话,以一种皇帝翻牌子的气势告诉他,今晚要见他,很明显。 在自己离开胡周后,这个女人很可能会投入别人的怀抱,终于,天渐渐暗了下来。 在一处没有摄像头的地方,丁长生忍着剧痛翻过了不算太高的铁栅了,可是这个小区不小,他根本不知道郑小爱去了那一栋楼。 但是,无论他去了哪一栋楼,在晚上都不可能不开灯,好在是这里入住率实在是太低了。 一栋楼都难得有几家是开着灯的,这在房地产市场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开灯率,看看开灯的情况就知道这个小区的入住率。 这时候,小区里已经亮起了路灯,在这样一个入住人数如此稀少的小区,保安都懒得巡逻了,所以,丁长生得以在花草树木间东躲西藏地观察着哪一户最有可能是郑小爱进去的房子。 要说人杯的时候,喝口凉水都晒牙,蒋文山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班后,他先是在办公室多待了一回,而且把秘书江平贵也打发走了。 开车司机的车到了玉府院小区,到了门口,把通行证递给保安之后,顺利进入了小区。 就在丁长生,感觉到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神经质了,要是郑小爱根本没有这样的行为呢? 那自己是不是冤枉他了?他一直都在不断地劝解自己,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小区的门口闪过了一道汽车大灯的光芒,并且朝他这个方向开来。 于是他赶紧躲在一株松柏后面,借着路灯的光芒,在汽车驶过他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湖州的市委书记蒋文山。 这一刻,他的肺简直要气炸了,郑小爱还是骗了他,他也明白以前郑小爱是怕他,可是现在蒋文山要离开湖州了,他还是这样和他苟且。 这让他感觉自己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看着汽车离开,丁长生快速地跟了上去,其实不用很快。 他就看见了停车后走向楼道的蒋文山,夹着一个包的矮胖老头,他甚至连向四周看一看的意思都没有,好像这不是在偷情,而是下班后回家一样。 丁长生待了一会,走到了那栋楼底下,这是一栋六层的楼房,但是这个单元,只有四楼的东户亮着灯,这还用说吗? 但是奇怪的是,他没有看到郑小爱的车,不知道他把车停在哪里了。 丁长生看了看,又蹲回了绿化带里,现在已经找到了地方,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自己真的要冲上去和蒋文山打一架,对方是市委书记,即便是一个即将过气的市委书记,但是无论如何,对方还是一个正厅级干部,自己真的要像街头争女人一样去打胎一顿。 可是,如果自己就这么离开了,连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自己是一个男人,自己的女人就在上面,自愿也要,被逼也罢,无论如何,自己都有义务保护他,不能让蒋文山动他一个手指头。 可是,他的胳膊真的很疼,这么冷的天,他的额头伤汗就没有停过,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他想救出郑小爱的心情。 看着头顶上亮着灯光的401室,终于他用右手摸出了他的武器,一根用牙铝直了的钥匙圈,现在就是一根很普通的铁丝。 我现在很忙,叫我来干什么,我待会还要回去加班呢,很多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家属都需要慰问,我真的没有时间,进了房间的郑小爱,连鞋都没换。 小爱,我可能要走了,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是跟我走,还是留在这里,今晚给我个话,跟你走,跟你走您能给我什么? 就是这样一辈子做你的情妇,蒋文山,我才多大岁数。 你霸占我了这么多年,还有没有完吗?你是不是想毁了我一辈子? 哎,你不要激动,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不走是吧? 可以,但是,今晚不要去加班了,陪我一晚,今晚过后,我们恩断义绝,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谁都不欠谁的,好不好? 好,就算是最后的温柔吧。 蒋文山说着,脱下自己的外套,扔在了沙发上。 可是还没等她在沙发上坐下,郑小爱在浴室里喊道,没水了,出去看看水闸开关是不是被关掉了? 快点,我都脱了衣服了,只有热水太热了。 蒋文山无奈,只得站起来穿上拖鞋,拿着钥匙开了门去看看进户水闸是不是关掉了,还是根本就是没水了。 出了门,在进户门,旁边就是水表间,当她打开水表间的门,用手机的余光去看水表时,就感觉自己脑后一阵凉风,然后就是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郑小爱听见了有人进门的声音,但是没有听出是谁,可是等了好久还是不来水。 叫蒋文山又没有人答应,于是裹上玉金出了玉室的门,正看见地上的蒋文山被捆了一个街市,沙发上做着面无表情的丁长盛。 你怎么在这里,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郑小爱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还是脱口而出地问道。 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他为什么在这里? 丁长生站起来质问道,刚才用右手一个手刀砍在蒋文山的脖颈上,因为用力过猛,很可能左臂上的伤口崩开了,所以这个时候专心地疼。 一个死人无疑,你不要管我了,你快走吧,快点,我求你了,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快点,我知道你为了我好,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好不好。 郑小爱带着哭腔哀求道,跟我走,我就走,你不走,我不会走。 你疯了,他是市委书记,是湖州的天,你不知道他的厉害,求你了,我一定会保护自己的好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不会让他再碰我一次,好不好,求你了,快点走吧,要不然,我们两个都完了。 郑小爱开始上前去拉丁长生,并且往外推他,就凭他,哼,你知道他今天办了一件什么事吗? 他指使他儿子绑架了一个女记者,而这个女记者是省委常委的儿媳妇,我就是为了救那个女记者才被打伤的,所以,听我说,他完了,马上就完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是色心不改,还敢来骚扰你,我就不明白了,你还怕他什么? 我知道,我明白,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好不好,你不要参与了,你现在马上消失,如果我真的出了事,好有个为我报仇的,所以,你坚决不能参与进来,剩下的事,是我和他的事,你不要管了,求你了,走吧。 郑小爱带着哭腔往外推丁长生,丁长生正正地看着他,良久,伸出手,将他揽在怀里,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道,爱姐,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我会让这个混蛋付出代价的,不但是他,还有他儿子蒋海洋,我这几颗枪子不能白挨。 我知道,我记住了,你快走吧,待会他要醒了就麻烦了。 丁长生看了看地上昏迷的蒋文山,上前给他松了宝,并且从他衣兜里拿走了钱包和手机,待会他醒了,就说你是在门外边发现的他就行,其他你都不知道。 丁长生将这些东西揣进了自己的兜里,在郑小爱的催促中出了门,丁长生走到楼下,抬头看了看亮着灯光的房间,无奈地离开了,再等出租车的功夫。 将蒋文山的手机塞进了下水道里,但是钱包拿回去了,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扔。 虽然他知道蒋文山肯定不会报警,但是不排除会让谭大庆私下调查,那上边有自己的指纹,拿回去是要烧掉的,还有自己的鞋,都得销毁。 你这是去哪儿了,打电话也不接,我都急死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一定会向院里汇报了,这可是事故,我可担不起这责任。 周红彦看到丁长生颤颤巍巍地进了医院,不由地埋怨道,哎,我没事,突然想吃碗拉面,出去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丁长生撒谎道,想吃什么你给我说啊,我让人给你去买,你自己这跑出去,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怎么交代啊,你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干活的呀。 周红彦故意不高兴地说道,拉面和别的不一样,买回来都妥了,就不好吃了。 那是,拉面还是现拉得好吃是不是,那就找个人来给你现拉行不行。 周红彦一边伸出手扶住丁长生,一边没好气地说道,行了周姐,打住,好好的一件事,让你说得这么恶心,这面我不吃了行不行。 丁长生苦笑道,好了好了,和我还说谎,你是不是去找他了? 周红彦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问道,谁啊,周姐,你说得什么意思? 行了吧你,你出去这一会,他已经打了三个电话了,问你回来没有,还说他那里已经没事了,那个人已经走了,你们打架了。 周红彦还真是认为丁长生去找蒋文山拼命了呢,不禁很仰慕地问道, 打架,我这样能打过谁?我不要命了,你认为我有那么蠢吗? 丁长生没好气地说道,但是也间接承认了他是去找郑小爱了,那可说不定,你看看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居然还赶出去,果然是色胆包天啊,你看看你,这里已经开始渗血了,里面的伤口是不是裂了,我去找医生来看看,换条绷带。 丁长生没有硬撑着,到了病房之后,周红彦就出去叫医生了,而他拿出手机一看,四五个未接电话,全是郑小爱和周红彦打的,但是他一直调成了静音,所以根本没有听到。 江平贵注意到,今天一上班,自己老板就一直用手不停地抚摸自己的脖子,好像是很不舒服的样子。 书记,是不是颈椎病又犯了,要不要找个人过来推拿一下? 不用了,昨晚睡得不好,脖子好像是落枕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对了,打电话让谭大庆过来一趟,我有些事问他。 蒋文山说道,一想到昨晚竟然在自己偷情的地方被人暗算,心里就是一阵莫名的恼火和经济。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己的一切行为已经被人掌握了,虽然他的钱包和手机丢了,但是他绝不信这是一个盗贼所为。 在他看来,这人一定躲在某个地方偷窥着自己,或许,昨晚的事只是一个警告吧。 在他醒来之后,当他听完郑小爱的讲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那里。 所以昨晚,在他逃回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 而他闭上眼就是身后,有一个人举起了手里的什么东西,劈向了自己的脖梗,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着,到了天快要亮时,才昏昏睡去。 本来,这件事他不想声张了,可是想了想又不甘心,如果这个人不找出来,他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任何人一想到在自己周围时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在自己离开湖州前,他一定要将这个人救出来。 而且,他也隐隐感到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这也是回来之后想得太多了,才慢慢想明白的。 郑小爱说是在门外发现的自己,可是自己又是怎么到了门内的呢?自己这么重。 郑小爱一个人是不可能把他拖进屋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和郑小爱有关系,而且很可能是郑小爱的拼头。 一想到这里,蒋文山就感觉一阵气血上涌,自己这么信任他,提携他,有求必应。 他居然这样对待自己,如果真的让自己查实了是他联合外人袭击自己的话,自己不会便宜了这个婊子的。 在谭大庆来之前,蒋文山在自己屋里无聊地躲着布,抽着烟。 他在想,自己是否还能看到这件事的结果。 省委大院里,省委书记安如山坐在沙发上,一边给对对面一身戎装的周虎清倒了一杯功夫茶,一边听着这个在常委会上几乎是一声不吭的少将大发雷霆。 虽然都是常委,但是安如山是省委书记,在平时的时候,周虎清对安如山还是相当尊重的。 一来人家是地方的一把手,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常委,但是那也是为了好协调地方上与军队的关系,才挂个常委的名号。 而且,安如山还是中南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和他也是同僚,这就是体现党官武装的意思。 如果没有第一政委的认可,在军区内任何重大党委决议都是不合法的。 而且,第一政委有权利召开党委会议,所以可以说安如山对周虎清是双重领导。 但是自己的儿媳妇萧涵出世后,他才是真的愤怒了,而且,据周虹其带回来的消息,当然了,这个消息也得到了军分区武警司令杨成群的认可。 逃走的那个叫做阁虎的地痞,的确是湖州市委书记蒋文山儿子蒋海洋的手下,这在湖州是人尽皆知的。 书记,萧涵是我的儿媳妇,本来这话我不该说,我怕人家说我互独子。 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儿媳妇,是我的家人,这多亏是没有出什么事,要是一旦出了什么事。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割,我还在这中南省混下去吗?这传出去怎么说? 啊,人家会说,别看周虎清牛逼哄哄的,他儿媳妇还不是被人家那傻了。 啊?周虎清双眼目赤,很显然,这是动了火气了。 老周,你先消消气,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已经有调查组下去调查这件事了,你在耐心等一等吗? 书记,不是我不信任调查组,开会的时候我就说了,调查组没有纪委的人参与不合适。 但是老罗偏偏懒过去了这件事,结果怎么样,纪委的人一个没用,这样的调查组下去,我敢打包票,吃吃喝喝就回来了,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 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老罗派了一路名的,那好,让纪委的人再走一路按的,来了两线对照。 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书记,说实话,老罗和蒋文山亦容俱容,亦损俱损。 听说老罗的儿子和蒋文山的那个混蛋儿子蒋海洋没少合伙做生意,这一点我希望书记能注意一下。 当然了,我这只是建议,最后的决策还是书记您自己定。 我先走了。对了,我那个姑娘待在省城,整天给我惹事生肺,我把她撵到地方去了,您不会不同意吧? 我哪敢不同意啊?老周,你今天这是来建议的,还是兴师问罪的?我这还没有说我的想法呢,你就要走了吗? 那好吧,书记给我泡的功夫茶,要喝完再走,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哎,你这个丘巴,难缠啊,对了,你那丫头要去哪儿? 胡周,她自己选的地方。 周虎清兮兮溜溜地喝完茶中里的茶,面无表情地说道。 胡周,怎么去那里了,还嫌那里不够热闹啊? 那没办法,这丫头死将死将的,我把她从军队里踢出来,她就老大意见了,再不让她闯一闯,她还不得和我断绝妇女关系啊。 老周,你太夸张了吧,还有,那丫头有男朋友了吗? 哎,说是有吧,也算是有,说是没有,也算是没有,那孩子我见过,人不错,但是要配上我姑娘,还差点。 周虎清骄傲地说道。 哦,我就说嘛,老周,你就是太挑剔了,丫头也不小了吧,当时我家那小子可是很喜欢她的,但是你不同意,我倒是很想看看你家的姑娘给你找的什么姑爷。 说实话,安静那孩子真是不错,现在还在哈佛读书的吧。 嗯,今年博士就要毕业了,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的意思还是回来,毕竟还是国内安全一点,但是从内心里还是不愿意让她回来的。 国内的情况你也知道,处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有些人巴结不上我们,就可能从孩子下手,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丑事,我们这辈子就白干了。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你我要是成了亲家,不用说别的,在一个省就待不下去了。 更不要说有多少人会拿这件事做文章,所以,我的孩子,绝不会嫁给权贵,还是平常一些好啊。 书记,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嗯,你说得不错,好了,茶叶喝得差不多了,你走吧,我也要忙了,你说的是我会考虑的。 湖州的乱也的确该治一治了,不然的话,湖州前些年打下的经济基础就完了。 半个小时后,中南省纪委书记李铁钢走进了省委书记安如山的办公室。 两个小时后,一辆面包车,一辆科斯达驶出了省委大院,开往了湖州。 作为一个刑警出身的副局长,谭大庆的业务水平还是很强的,单单从蒋文山的叙述中,他就判断出,这不是一起抢劫,这是有预谋的,而且正像蒋文山菜的那样。 郑小爱很可能是同谋之一。 谭大庆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自己儿子蒋海洋搭上自己的。 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刑警队的一个副队长,但是胆子很大,干办事,敢担责任,所以渐渐地赢得了蒋文山的信任。 虽然大多数时间,谭大庆是和蒋海洋混在一起的,可是和蒋文山的关系同样密切。 如果说康明德是蒋文山在财权上的一条胳膊,那么,谭大庆就是蒋文山在武力上的另一只胳膊。 而郑小爱这件事,蒋文山又不好意思给自己儿子直说,所以直接把谭大庆叫了来,并且一再吩咐,这件事仅限于他们两人知道,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老板,要不要监控他的手机通讯,这样的话,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查便知道了。 这是你的事,我要求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挖出来,我倒是想看看哪个家伙这么大胆子。 说着,还不忘摸了摸自己的脖梗,因为那里真的很痛。 谭大庆明白了蒋文山的意思,他也很好奇,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外面流言满天飞, 都说蒋老板要离开胡州了,这个时候他还有兴趣去泡妞,要是换了其他人,这件事也许脱脱就过去了,可是他谭大庆没得选择,自己是蒋文山一手提起来的。 这在胡州人尽皆知,可以说自己就是蒋文山养的一条狗,即便是下一刻蒋文山就死了,那么现在自己还是要听他的。 任何的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只不过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被发现了,有的没有被发现。 那么作为一个警察,就是要发现那些别人很难发现的蛛丝马迹,然后再抽丝剥茧,找出那个已经逃掉的人。 因为这件事的敏感性,所以这件事,谭大庆没有动用局里的力量。 他自己开车到了玉府院小区,两个保安拿见过公安局长亲自来查案子的,而且还是轻车减从的,于是很配合谭大庆的调查。 停,倒过去,这个人影是什么人? 谭大庆指着电脑屏幕上一个模糊不清的男人的身影问道,不清楚,可能是住户吧? 保安辨认了一会,还是看不清是谁,只能是含糊答道。 这里的住户你们都认识吗? 基本上都认识,总共这个小区里住户不到二百人,我们俩值班时基本也记个差不多了,只是也有些是农民工,这个不好记,都是附近乡下的。 小区南边的绿化带还没有完全种植好,所以附近乡下的农民有过来干活的。 放,继续往后放。 谭大庆指挥道,但是令人沮丧的是,直到当天的全部录像都放完,也再也没有发现那个身影。 直觉告诉谭大庆,那个身影很可能就是袭击蒋文山大的人,但是监控太模糊了,而且看得出这个人有点意思。 反侦察意识很强,只是在一栋楼房的拐角处留下那么一个身影,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猎人都喜欢狡猾的狐狸,因为只有那样,逮住之后才有成就感。 现在的谭大庆就是这样。 他感觉自己真的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对手,但是麻烦的是,自己不能私自动用太多的资源。 否则的话,这个案子也许能破,可是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对郑小爱的监控了。 他不可能像小混混钉梢一样盯着郑小爱,手机监控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了,既隐蔽,成本还低。 而且关键的是,自己手里有人可以干这件事,他只需要吩咐一声就可以了。 按说这样的监控,至少要得到局长的批准,可是这样的事情,谭大庆是不会让李法瑞知道的。 养伤的日子百无聊赖,刚刚把哭得累人伺得下合会送走,倒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进了丁长生的病房。 丁秘书,听说你受伤了,我正好到医院有点事,过来看看你,怎么样,没事吧? 赵刚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个小伙计,提着一个花篮和一个果篮。 赵总,这多不好意思,我这点伤没事,赵总,坐吧。 丁长生看见赵刚也是一愣,但是随即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 葛虎在赵庆虎的儿子婚礼上出现过,事后传出来,其实葛虎是奔着腾达集团的老总好家去的。 但是据说现在好家是赵庆虎的女人,所以葛虎幸幸而归,可是谁都知道。 这后面的矛盾根源在赵庆虎与蒋海洋之间。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自那以后,赵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防范着葛虎,但是昨天突然传出消息说,葛虎完了,现在已经逃到南方去了。 这让赵刚大松了一口气,丁长生与葛虎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根本不可能瞒太久。 所以赵刚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打听出了事情的原委。 你们先出去吧,我和丁匿书有话要说。 赵刚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小弟,虽然没有看旁边的杜山葵,但是丁长生明白他的意思。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赵刚给自己面子,亲自来看自己,那么自己也得给他面子。 于是朝杜山葵点点头,杜山葵也出去了。 赵总,什么是这么神秘,不会是好事吧? 丁长生开玩笑道。 赵刚没说话,但是规规矩矩地站在丁长生的病床前,深深弯腰下去。 那个角度,绝对有九十度,丁长生不明所以,但是也没有说话,他在看着赵刚表演,看看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丁秘书,刚才这是一礼,这是我叔叔特意交代我的,让我无论如何都得表达我们赵家的谢意。 赵总,你这一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和你也就是认识而已,而且你我都是年轻人,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丁秘书,我这都是真心实意的,您这伤势怎么受的? 私下里大家都知道了,格虎是什么人? 是亡命之徒,您居然敢和他掐,说实话,我佩服您,您可能也知道。 我们卫皇集团和格虎有矛盾,我侄子结婚那天,格虎还去捣乱过。 所以,您这是间接地替我们解了为,说实话,就格虎这个人。 我们卫皇集团还真的不敢拿他怎么样,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和蒋海洋的关系。 其实这一切是都是蒋海洋在后面捣鼓出来的,格虎就是一个莽夫,他没有这个心眼。 赵刚一边说,一边偷眼观察丁长生的表情。 但是,让他失望的是,丁长生的表情根本就没有变,看不出任何变化的趋势,这让赵刚暗暗心灵。 赵庆虎也看得很明白,属于蒋文山的时代即将过去,可是在湖州,除了蒋文山,目前来看,还真没有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可以统治湖州的官场。 在蒋文山在位这些年,赵庆虎一直想将他的秘书江平贵拉到自己这边来,尤其是和蒋海洋交恶后,但是从始至终,江平贵都是支支吾吾,从来不会答应。 但是也从来没有拒绝过,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只要赵庆虎有求于蒋文山,那么就得通过江平贵,可以说过一次就得拔一次毛,这倒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这样用金钱太道结交的人,用起来并不放心,所以他将目光描向了将来,也就是后蒋文山时代的湖州,这个时候下主,远比尘埃落定后再行动划算得多。 当然了,起到的作用也不可能一样。 另外,丁秘书,我叔叔说,在你伤好了,方便的时候,请您到卫皇庄园坐坐。 嗯,这是一点小意思。 赵刚将那个果然提了提,放得更加靠近丁长生了。 丁长生这才明白赵刚来的真实意思,心里不禁想,卫皇集团还真是看得起自己啊。 自己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让湖州首富倾心交结呢? 还不是自己的屁股下坐着湖州市长秘书的板凳吗? 有时候想起来,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能让人低下高傲的头,湖州首富又如何,还不是一样小心翼翼舔着蒋文山的屁眼子过活,权力的魔力就在这里。 它能使任何的东西改变原来的面貌,都成为匍匐在他面前的奴隶。 好,赵董市长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东西就拿回去吧,虽然我不比你多,但是还是够用了。 而且我们之间用这个东西,是不是俗了点?啊,哈哈。 赵刚脸上一热,没有说什么,点点头。 赵总,其实你的意思和董事长的意思我明白,等我的伤好了,有机会一定会去拜访湖州的财神爷,我相信,石市长一定很想和董事长结交的。 毕竟,卫皇集团为湖州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你说是不是? 那好,既然丁秘书这样说,我也实话实话了,这个东西我要是拿回去了,我叔叔非得骂死我不可,知道你受了伤,这些就算是汤药费吧。 卫皇集团这点意思还是要表达的,毕竟,葛虎王命天涯,卫皇集团是一个受益者。 赵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赵兄也不希望和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交往吧。 好吧,丁兄弟,你这人和一般人不一样啊,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赵刚还真的没有骗丁长生,他并不是专门来看丁长生的,是赵庆虎让他过来接一个医生的。 赵庆虎把赵刚叫进了屋里,怎么样,办成了? 没有,分文未取,而且看都没有看。 赵刚答道,哦,你是不是没有表示清楚啊? 赵庆虎疑惑道,当时屋里只有我和他,说得很清楚,而且他也说得很明白,这是他的底线,所以这个人不好办。 不行,这件事必须办,而且要快,因为我得到的消息是省里来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明面的,一个暗的,好像都是冲着女记者被绑架这件事来的。 而且都传言说,这个女记者是省军区司令周虎卿的儿媳妇,你想想,蒋海洋惹下这么的祸事,蒋文山还待得下去。 这么说,蒋文山真的快完了。 赵刚眼睛一亮,目前看似有这个趋势,但是很明显,这明面上的肯定不是对着蒋文山来的。 我们主要是要给暗地里这一波爆点料,尤其是关于蒋文山的儿子蒋海洋的,而且我也听说了,关于这次洪水灌程的原因,其实就是没有提前做好疏散工作,所以死了不少人,但是这个数字现在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呢,蒋文山肯定是隐瞒了,这一点一定要让我们的人多举报一些,而且这件事要做得隐秘和自然,千万不能泄露消息。 好,我知道了,我去办吧,那丁长生那里怎么办,这一时办会也挂不上钩啊。 嗯,这件事也很重要,你亲自办,要清心结交,刚子,对待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弯下腰来。 要舍得下面子,我们有什么,无非是有点钱而已,但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钱,钱在全面前就是一层沙,有时候吹口气就能把我们吹得魂飞魄散。 刚子,你一定要记住,只有权才能保护钱,明白吗? 明白了,我去想办法。 嗯,形势很明显,省里既然要动蒋文山,那么石爱国就不会动,不可能一下子将地方上两个主官都调走。 那么你压住在丁长生身上,总归是只有赢,没有输,但是丁长生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他打通和石爱国的路。 这些年为了迎合蒋文山,我们在石爱国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表示,我担心石爱国那里并不好办,如果石爱国成了书籍,就难办了,所以丁长生这里还得抓紧啊。 叔叔,我明白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做成这件事的。 好,去吧,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做到润物系无声,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太功利,这样的交往不会长远,现在不比以前了,现在都讲究感情投资,好好琢磨一下。 另外,不要因为他不要钱,就觉得无从下手,只要是人,就都有缺点或者是嗜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这方面要下功夫,去吧。 蒋文山疲惫的白白手,最近他感觉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差了,丁长生当然不知道他已经被人惦记上了,而且还不知道这些人会给他挖什么坑的,但是那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现在正在色眯眯地看着两个美人呢,哪有其他闲工夫管其他人的事呢? 这两个美女一进医院,就被杜山奎领到了丁长生的病房里,看到丁长生的惨样,其中一个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拦都拦不住,而且丁长生怎么劝也不停,而且越劝哭得越厉害。 旁边另外一个美人倒是没有哭,只不过眼睛里满是关心,只是现在不适合询问罢了。 扣盈盈,你好什么呀,我又没死。 一看劝不住,丁长生大喝一声,连旁边的赵新雅都吓了一跳。 来我看看,真没事吧,会不会落下巴? 赵新雅见屋里只剩下俩个人了,于是轻轻地端起了丁长生的胳膊,现在当然看不见里面,只是看着外面包扎得很严实,赵新雅有点担心地问道。 没事,要是留下巴,到时候做个手术就行,不愿意做也可以,男人留个巴不是显得更加地有男人味吗? 丁长生笑笑说道,这是在赵新雅调来湖州后,丁长生第一次单独和她待在一起,一直没有时间好好说说话。 一来赵新雅住在夏合会那里,虽然夏合会不会说什么,但是毕竟赵新雅名义上是她的婶婶,好说不好听啊。 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下次有这样的事,千万不要这么鲁莽了。 你是政府公务员,不是街头小混混,不要什么事一激动就往上冲,那不是你该做的。 赵新雅将丁长生的胳膊放在了床上,认真仔细地叮嘱道。 谢谢你,沈,你的话我记住了,我以后一旦你个会小心的。 你以后不要再叫我沈了,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还是叫我姐吧。 赵新雅淡淡地说道,赵新雅还想再说什么时,寇盈盈和杜珊奎进来了,于是两人都停止了刚才的话题。 对了,盈盈,这不是星期天什么的,你怎么来了,不上课了? 丁长生这才想起来问寇盈盈是怎么到的湖州呢。 长生哥,我正想和你说呢,我最近很想我妈妈,在白山我现在一个人也不认识了,我感觉很寂寞,你能不能把我转学过来啊,我妈妈现在也在这里,我放了学还能找个人说说话什么的,在白山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没有人要了一样,很难受。 寇盈盈可怜巴巴地说道,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丁长生看向赵新雅,赵新雅也是看着她,既没有求她,但是也没有拒绝,丁长生明白了。 赵新雅其实是想寇盈盈过来的,但是因为她自己的事已经麻烦她了,所以寇盈盈的事她就不好意思再张嘴了。 好好好,不要哭了,我找人帮你办好不好,但是你要保证不能把学习落下,要不然我可帮不了你。 丁长生含着脸说道,喂,我感觉你们好像有点不对啊,怎么了,出事了。 周红彦接通电话就问道,没什么,我今晚方便过去吗? 郑小爱小声问道,与此同时,湖州市公安局的技术科里一个小青年一脸的兴奋,立刻按下了录音键,并且迅速地拨打了谭大庆的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谭大庆很高兴,他也想知道那个敢给市委书记戴绿帽子的家伙到底是谁。 我这里又不是龙堂虎学,你还不是随时可以来啊? 周红彦笑道,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 郑小爱生气地说道,我知道,应该可以吧,这两天气色还可以,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那么多女人,今天一波接一波地来看他,你是没见到,那叫一个壮观,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不,刚刚有一个刚喂完他鸡汤呢? 周红彦酸溜溜地说道,是吗,那我就不用去了呀,既然这么多人关心他,也不差我一个,算了,不去了。 郑小爱一听周红彦的话,当时也是一阵气恼,虽然郑小爱嘴上说得很是光棍,但是世界上可能有女人不吃饭,还真的很少女人不吃醋。 呵呵,你爱来不来,反正我晚上是要值班的,我待会替你去关心关心他也不错。 看看他会不会也迷上我。 说到这里,周红彦突然想起了自己和丁长生之间的秘密聊天,还有视频。 而且,这个家伙越来越过分地要求,使他欲罢不能,既想按照丁长生的要求去做。 但是内心里的矜持又阻碍着这种荒唐的想法,于是,在这样激烈的思想斗争里,他的防线渐渐被丁长生攻陷。 他开始渴望见到他,渴望和他聊天,因为从他智慧幽默的谈话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里多了一份快乐的源泉,很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虽然他知道这是危险的,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湖州,谭大庆并没有立即把这件事汇报给蒋文山。 他也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在接到这个消息后,他亲自驾车堵在了新湖区教育局的门口,他在等待郑小爱出来。 郑小爱是蒋文山的女人,这件事他很早就知道,间接的他还提供过不少关于郑小爱的材料,所以说在郑小爱的问题上,蒋文山是信任谭大庆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发生了抢劫事件后,蒋文山第一个还是想起了谭大庆。 纵观出世的这些地方,一把手或者是高级别的官员,极少不涉及到公安系统的。 这似乎成了一个常例,看起来很奇怪,但是细细一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隐秘的,几乎不受控制的武装力量,那么在地方上,警察无疑是唯一的选择。 郑小爱的心情很是忐忑,担心丁长生不会原谅他,虽然之前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但是那个存在的人只不过是两人闲谈之余的佐料,谁都没有刻意去提过。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他感觉到了丁长生的愤怒和浓浓的醋意,这即让他高兴,又担心。 医院,这婊子跑到医院来干什么?大晚上的,难道那个男人是个医生,这也不太可能吧。 谭大庆的车,尾随着郑小爱进了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对于这个时候,郑小爱来医院里,她是大惑不解。 郑小爱根本没有意识到到自己被人跟踪了,所以到了医院后,直奔周红艳的护士长办公室。 怎么才来啊,我都饿死了,带的饭呢? 一见郑小爱进门,周红艳问道, 哎,别提了,我这段时间简直是背透了,心神不宁的,总感觉要发生什么是似的。 这不,天不黑我都不敢出门了,生怕被人撞见了,你这屋里没人来吧。 郑小爱将饭盒递给了周红艳,周红艳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份便当是郑小爱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买来的,这是她的最爱。 不会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瞧你这点胆,有心偷,没胆认啊。 你是不知道,哎,那天她受伤的时候,她是不是跑出去了? 嗯,是啊,是出去一会,不过晚上就回来了。 怎么? 你们那天见过面了? 哎,被她堵在屋里了,还有那个老家伙,你说这是闹的,我哪还敢来见她,我现在就怕见了她,被她吃了。 郑小爱叹口气说道,哎,郑小爱,你真是胆子越来越肥了,这种事你怎么能让她知道你在哪里啊? 她不是有父之父,她是个半大小子小青年。 哼,正是冲动的时候,没有发生命案,就算是你侥幸了。 我看过网上说,因为这是杀人的有的事,郑小爱,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 周红艳几乎忘记了吃饭。 哎呀,先别说这事了,她怎么样,这几天清晰还好吧? 嗯,情绪是不错,当然了,女人也不少,一个接一个的,我告诉你,你要不就算了吧? 我看得很清楚,她不缺女人,你还网上凑合什么呀?赶紧撤了得了,跟着老家伙想想轻浮算了。 周红艳打去道,去,要去你去,我是打死也不去。 算了吧,我口味没那么重,怎么着,你是待回去还是现在去看她? 看她的人多不多,不会遇到什么人吧? 怎么不多,看不出去这小子来湖州没多久,人缘倒是不错,一天到晚就没断过。 你也是湖州官员圈子里的,没准还真能遇得上,那怎么办? 嗯,哎,你去给我找套护士服,我穿上和你一块去,这不就结了? 戴上口罩,应该是没事的。 好吧,等会啊。 周红艳起身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饭菜,起身出去扔垃圾去了。 此时的谭大庆正在医院里每层的病房里转悠着,说起来这是太丢人了。 作为一个警察,居然把人跟丢了,原因是她没敢和郑小爱乘坐一趟电梯,等下一班电梯来了之后,上去就见不到人影了。 她只是在各个病房和医生的办公室转悠了,根本不会想到郑小爱会在护士长的办公室,因为在她想来。 郑小爱肯定到医院是来找男人的,怎么会在作为护士长的女人那里呢? 怎么样? 还合适吧。 郑小爱穿上了周红艳给她借来的护士服。 虽然不胜其烦,但是丁长生还真的不能表现出来自己很烦,原本想平时工作很忙。 到医院里可以休息一下,哪知道到了医院里更加地忙,忙着迎接一波接一波的造访者。 所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带着东西来看你,你总不能给人脸色看吧。 所以,丁长生就像是祥林嫂一样将同样的话颠来倒去地说,说得自己都感到恶心了,但是还得继续说下去。 这不,刚刚躺下想休息一会呢,沈木两口子来了,沈木是他在龙岗街道办的同事,所以这个面子也得给,免得人家说自己生了职就变了脸。 这样下去,自己还真是没脸,在湖州混了。 沈哥,咱俩还用得着这样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亲自跑一趟,歪到了呀。 丁长生坐起来,伸手和沈木握了握手。 哎呀,兄弟,我早就该过来了,只是你嫂子也非得跟来,我又等他,来了你这里吧,前面还有人,所以只能是在外面等了。 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都做过手术了,很快就会好的。 嫂子,坐呀。 丁长生向李洪峰打招呼道。 好好,没事就好,沈木听说了后集的不得了,我也想跟着过来看看。 丁秘书,以后可得小心了,这样怪吓人的。 李洪峰也走过来,坐在了丁长生病床的另一侧。 那好,我们就不打扰你了,等你伤好了,到家里去喝酒,来个不醉不休。 沈木倒是没有叽叽歪歪,因为他看见,门外还有等着的人呢。 于是丁长生和他两口子一一握手后,杜山葵把他们送走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把你老婆卖了,你不舒服是不是,这话居然也说得出口,居然让我去伺候他。 你和他什么关系啊? 这么近。 一出医院的门,李洪峰甩开了沈木的手,质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也就是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客气话你听不出来啊。 沈木陪着笑脸说道,客气话,我看你是诚心的,你是客气,万一人家不客气呢,我是去还是不去。 我听别人都在传小道消息,说是石市长肯定要接胡州市一把手的班。 你想想,丁长生马上就要由市长的秘书变成了市委书记的秘书, 虽然都是秘书,这可是不一样的。 到那个时候,他就是市委办的副主任,那可是副处级了。 哎,人比人气死人啊,我要是有他一半的机遇,何至于现在连个妇科都不是。 沈木长叹一声,低头向前走,不再说话了。 看着自己丈夫的背影,李洪峰一阵心酸,他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当官那么重要。 他也知道,正只是丈夫的生命,他这一辈子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但是事与愿违,无论他多努力,都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 李洪峰几步赶上沈木的脚步,伸出胳膊,挽住了他的手臂。 老公,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我们不当那个官,又能怎么样呢? 我不要求你官位显赫,我们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 哎,你不懂,男人,要是不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那么就得有钱。 可是我们一来没有钱做生意,而且我也做不了,那么,我要是在仕途上再没有点长进。 你说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浑头? 沈木的情绪依旧很低落。 他的这种状况,看得李洪峰心里很是心酸和难受,他也想为自己老公的仕途加一把力。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也隐隐约约清楚丈夫的用意,但是他不敢往那里想,因为他怕自己要是迈出这一步,前面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那怎么办? 李洪峰小声问道,市里主要领导可能在年前就要完成调整,接下来就是区里调整,讲书记这一走,很多人马上就会重新站队,区里也是一样的。 原本区委书记刘承安要到市里担任副市长的,但是这样一来,很可能是要变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机会,就看我能不能抓得住了。 沈木说到这里,突然间有了神奇般的勇气,俗话说就是像打了鸡血似的。 那,我们给哪个领导送点钱? 李洪峰疑惑道,洪峰,不用,我们不用去巴结哪个领导, 送钱也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那点钱,他们根本看不眼里,太黑了,这个无底洞我们填不起。 那怎么办? 李洪峰也是很着急,我们只要抓住一个人就行,那就是丁长生,将来他是市委书记的秘书。 区里肯定会卖他几分面子,但是这需要你帮我。 沈木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沈木走了之后没有多长时间,正好到了丁长生该吃药的时候,而且,这时也到了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结束了的时候, 正小爱端着一个瓷盘子,里面全是丁长生要吃的药,一不一趋地跟在周洪艳身后向病房走去,换上护士的衣服,而且头上还戴上了一顶粉红色的护士帽。 这样一来,不是特别熟悉的人还真的认不出来了,唯一的一个破绽就是周洪艳没有给他找到合适的鞋子。 再说了,正小爱是个有轻微洁癖的人,让他穿别人穿过的鞋子,他是不干的。 于是,一个小护士跟在护士长身后,踏着高跟鞋的声音向病房走去,几乎是费了一天的口舌,丁长生也是感到很疲惫,于是躺在了床上休息,听着有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丁长生睁开了眼。 丁秘书,吃药了,感觉好点没? 嗯,好多了,就是这些人太多了,不胜其烦,周姐,这些东西我也吃不了,你拿回去给家里人吃吧,或者给护士姐姐们吃也行。 丁长生看了看床周边堆积如山的各种补品,向周洪艳求圆道。 他有一个原则,如果是拿东西来的,真是不好往外捏,所谓水至轻泽无鱼,就是这个意思。 要是自己一点人情都不尽,那么以后就会孤立在众人之外,这样就危险了。 但是他又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带东西来的,可以留下,我就接受你的好意,但是送钱的。 他一概婉拒,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十爱国也是他自己这么关键的时刻。 一旦自己住院期间收了谁的钱,不但对他,对十爱国也是一个致命打击。 所以,这是原则和底线。 嗯,这么好啊,那我替那些护士谢谢你了。 不过呢,先把药吃了再说吧,来,给丁秘书吃药。 周洪艳向身后的郑小爱使了个眼色说道。 可是当郑小爱抬起头时,丁长生就发现了不对。 这不是护士,在看他的眼睛。 丁长生瞬间就明白了什么,而周洪艳也是相当地会做人,一看丁长生认出了郑小爱,于是转身走了,就剩下郑小爱一手拿着药,一手端着水站在那里了。 怎么,你想让我这么一直端着吗? 你怎么来了,还搞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来见我还怕人看见? 我说过,我不怕有人会对我怎么样,你看看你,搞得和做贼似的。 怎么,怕我保护不了你。 丁长生一把接过郑小爱手里的药,一边接过他的水杯,喝了口水,将药丸冲了下去。 好了,这期分享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吧。